耶鲁大学校长级学生十二条建立有意识的生活方法 一、不断问自己问题,有意识地问,每个问题会不断敲自我探索的门,然后你相信的事物便在生活中出现。 二、你要相信自己,如何培养呢?你们要努力解决问题,接受挑战,通过自己的视像和想象,告诉自己,一定做得到,也要相信别人,可以做得到。 三、接受失败,如果不接受失败,你不会成长的,即是死删,何来有进步? 四、接受自己在生命上不完整,因为世界有很多阻隔,不能直线进步,现实上,只能螺旋形,打圈慢慢上的进步。 五、是辛苦的,这是现实,世界是无可能顺风顺水。 五、要允许自己有正常的情感,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情感,如果你知道自己消极,接受自己消极,因为我是人,正常的,便行了,不需要怪责自己,人便是这样。 六、记录自己好,正面的生命过程,这样可以帮到你的,将来,你可以反看过去的经验,这是良好的习惯。 七、要用好积极的思维,去解决问题,要学会如何感激,感激能带吸人类最简单的快乐,感激和感恩不同,感激是没有对象的,感恩是有对象,例如,个包真是好味道,我感激个师傅做得好吃,但是你不晓得谁做的,所以你无得感恩。 八、简化生活,贵精不贵多,对自己不想要的事,学会CNO,不要勉强自己,不要遷就人。 九、我们应该找一些亲密关系,你和家人有亲密关系,这是人的天性的要求,我们要为长远而幸福的亲密关系付出努力。 成本,不是只付出金钱,还要付出努力,吸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丈夫、儿女等等,因为你想大家开心,我们讲世间人,不是讲天堂。 十、要有充分的休息和运动。 十一、我们做工作,有三层次去看。 第一、这是我的工作,是搵食啦。 第二、这是事业来的,和搵食不同。 第三、这是使命,很多人不知道我来这个世界的使命,很多人忙碌,搵食,做无意识的事,有些大老板,做大生意,有事业,很多领域都有生意,但都是低层次。 最高层次,是Born to be,你的使命是隐藏了,是要自己去找的,你有机会来这个世界去找自己的使命,例如,教育培养后背试,传播知识,使命之一,大家找多些在世的使命。 十二、只有自己幸福,才能让身边的人幸福,自己幸福,身边人才幸福,你自己不碰,你身边的人都不碰,所以你要争取自己的幸福。 如果大家有儿女,要宣传正确的观念,因为在世,有很多人用错误的观念教育后背,教育自己子女最好的方法,是做诚实的父母。 味道 villains,请大家 inspired jag补教育自己的父母 爱你翻评了,价良最好的方法。